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的 變成怪獸的 有精純解喔 那到底你能不能管住另外一半呢 欲勤故縱有一套拿捏尺寸非常好 不容易耶 也就是說其實啊 你是採 雖然態度上是採取放牛吃草的境界 但是其實是你把對方管得很好 因為你知道說什麼時候 對對方該好一點 什麼時候該對他兇一點 你都非常能夠了解他的個性 瞭若指掌喔 所以對方很難逃出你的手掌心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多人選的 飛行的能力的喔 好 愛被吃的死死的 對方愛你才管你 通常來講喔 這個應該是說喔 你希望對方是因為愛你 然後才管你 那你也通常會被管的原因 是因為你覺得對方愛你 你才要被他管 所以這裡是兩個人一起互相進行的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有對愛為原則 你管我OK 因為你愛我 那麼我管你是因為我愛你 在這樣的原則之下的話 互相管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被吃的死死也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是要有愛的基礎下來講 你不要隨隨便便就管我 其他生活瑣碎的事情 然後管太多我也會不高興 但是如果你要管對方之前 會告訴他說 我是因為愛你我才管你的 那個對方就欣然接受 好 沒關係 那我就聽你的 好 這一題要問說 吳文代仁說 現在社會女人要如何保有自主權 又能同時得到老公的寵愛 講那麼文蹂蹂 就是說女生要怎麼樣呢 又不用負太多責任 不用管老公 然後自己每天玩得很開心 然後還可以得到老公的寵愛 要這樣很困難 不要開玩笑 真的 每一個幸福的背後 都有一個咬緊牙根的靈魂 我們自己也很努力對不對 我覺得女生最重要是這樣 你要認為說你應該值得這樣子 值得別人好好的對待你 你其實你不要想說 找長期飯票 其實我腦袋裡沒有這樣的念頭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是女生很想問 女生都很想說 我可不可以保有我自己 我每天都活得很自在 然後老公又會寵我 然後當然又不會管我 我其實基本上有這樣的狀態 就是我不太能被念 我被念的程度很低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說 家裡很亂 你千萬不要跟我講說 那家怎麼這麼亂 你不收拾一下 我應該會翻臉 我的個性 我覺得那你收啊 所以我後來我先生 我先生其實他很好 他不會念我 他就會自己去把它收好 默默地去收好 對 我覺得說 第一 你真的要有工作能力 你不要想說 既找到一張長期飯票 又在家裡給人家養 又什麼事都不做 然後什麼都不會 還可以一輩子過好日子 那是不可能的 然後你要能夠說 你想要付錢 你想要付的東西 你要買到的東西 你要有能力去得到它 不要倚靠男人的能力 其實我以前有一個長輩告訴我 他說 男人什麼狀況會給你錢 就是你自己要有錢 這跟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什麼狀況 人家會把錢給你管 你會理財 所以你要有能力 是 不過其實大家都會想像說 都不付出 然後又想得到所有 但我覺得不容易 你今天看用和跟吳淡如 他可以看得出 他們對老公的付出 跟他對老公的細心的地方 對 其實都是有用心的 都是要有一點智慧跟方法的 好 來 文安老師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 神秘的色彩占卜 再來讚一下未來一個月 我能夠享有女人至上的生活嗎 對 看未來的一個月 你是女人至上 還是說你被對方壓得死死的 我們題目就是 你現在就是一個至高無上的 女人國的國王 大家幫你挑一個很華麗的椅子 讓你登基大典可以走上去 我們有五款椅子 第一個是這種紫色的椅背 上面有紅色的邊 還不錯 第二張椅子是這樣 黃色的 有綠色的 第三張椅子是紅色搭黑色的 或者你比較喜歡淡雅的紫色 或淡藍色 還是粉紅色跟桃紅色 來看看你未來一個月 女人至上的指數 好的 直覺 用何女王請選 紫色香紅邊 紫色香紅邊 好的 淡如女王請選 我選那個黑色香紅邊 真的會選黑的 美玲老師 我要最後一張 桃紅色的 子榮老師 要淡紫色的那一個 淡紫色 我個人是屬於環保國的女王 綠色的那一個 來 未來一個月我能享有 女人至上的生活嗎 像第一張 我們現在有來賓 跟觀眾朋友一起選 紅色跟紫色 女人至上指數40分 有一點派水 百分多少 40分 滿分是100 好 40分 但是只有一個月 這個主要是慷慨意氣 就是說你本身是一個 很阿薩利的 外型各方面都是非常大女人 但是你內在是小女人 但是因為你能力太強 所以什麼事情阿薩利都你做了 所以你雖然是可以擁有 女人至上 但是因為你都把事情做完 所以它也沒什麼好做的 會有這種盲點 如果觀眾朋友是選到 跟淨紫姐一樣 充滿了環保色彩 未來一個月 女人至上是20分 真的很環保 這個是屬於可愛單純 你選到這個 就代表說你很單純 只要對方用愛來當一個名義 或者是多多稱讚你 就立刻覺得說同理心OK 然後你就繼續做 如果觀眾朋友跟篤玲哥 還有戴如姐 還有觀眾朋友一起選的 這一個未來一個月 這個是獨立而且有點勇敢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個並不是用強迫的方式 它是以德胡人 它完全對方是心悅臣服 臣服在你的裙子底下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選到這個 未來一個月老公都聽你的 他們家不但是以德胡人 還有屬人頭 他們也是民主社會 他也贏好不好 我就會三票 你們才贏票 我也是 觀眾朋友如果是選淡紫色 這個跟我們老師一樣 未來一個月60分 60分是屬於心胸開闊 就是說其實你根本就是一個大女人 但是你是體貼她 因為她很可憐 所以你有些事情 就是說好讓你做足 所以自己是有能力 但是你對她很善良 你少罵她幾句 或對她很寬容 不要讓她付那麼多錢 所以選到這個的 其實你是非常樂於付出的 那我們來看最後 觀眾朋友如果選這個 可愛的粉紅桃紅是80分 這個也是非常高 選到很恭喜 這屬於以柔克剛 表面看起來 你沒有女人至上 但實際上 什麼事都是你在管 表面看起來都是那個男的管 其實他只是付錢而已 所以這個是真正的 算是一個高段班的階層 如果有80分以上 都值得恭喜 謝謝珍珍老師 謝謝 這邊真的要祝福庸和姐 早日達成心願 我們等妳的好消息 感謝 祝姨媽媽 妳也是要加油 對 她會成功的 因為她那時候她就看著我 她就充滿了希望說 因為我比妳年輕 她自己想要頂吧 真的 好 謝謝兩位了 謝謝 好 希望明天收看 下次同一時間 請準時收看 命運好好玩 Bye Bye